今日是阿若的七夕 贵妃在宫中听到神鸭的叫声 想到阿若五七之时 如意曾受到惊吓 顿时感到一阵寒意 深夜贵妃听到阿若在呼唤自己 还声称要找自己报仇 贵妃认为阿若是因为自己 当初让她顶了诸杀的罪 才怨恨自己 连忙命人找萨满取来扶植 贵妃整日心神不宁 连吃饭的时候也常常听到阿若的声音 可她一斩志一番后 却并未发现异常 贵妃受惊的事件 传遍宫中 惹得流言纷纷 皇后来看望贵妃 贵妃仍坚称自己常常看到阿若 来看望贵妃 送来安华殿大师抄露的佛经 正逢公主与双喜在院中玩耍 如意偶然听见双喜会玩蛇 命人详查 贵妃神志不清 认为阿若来找自己 在皇后面前 说出自己与皇后谋害如意之事 胡言乱语 苏联担心皇上回来听到此事 恐怕会连累皇后 嘉评提出 不如让贵妃真的疯了 这样他说的话也不会有人相信 皇上回宫后 本想到皇后宫中可半路碰到了如意 如意称有几句话想和皇上讲 皇上听后称 不再去皇后宫中 还命人带来贵妃宫中的双喜 双喜遭受一番毒打 承认了自己曾在冷宫中谋害如意之事 可却未承认披霜一事 皇上命运狐将此事彻查 贵妃听说双喜被带走 想找皇上求情 可此时天已经黑了 贵妃害怕阿若来找自己 只能作罢 皇上听皇后说起贵妃的病情 才会如此 皇上提起玉氏一族即将来朝 家平生下了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 皇上决定尽他为妃位 第二天贵妃求见皇上 李玉称双喜偷走了先帝的玉佩 已经什么都招了 贵妃听李玉说 双喜做了什么就招了什么 吓得跌坐在地上 把双喜的供词给如意看 如意称双喜唯独没有招任 竟阳公闹蛇一事 其中有蹊跷 贵妃依靠的是皇后 此事必与皇后有关 可皇上坚称 皇后是自己的结发妻子 不怨起来 仍心有不甘 如意来见玉云彻 告诉燕婉 今后只需往各宫送花 不必再试弄花草 还称今后会为他们二人指婚 玉云彻